这个男人叫凯西 此刻她正在珠宝商店 给怀孕在家的妻子小美挑选礼物 可她手里的现金和买来的项链 却引来了身后两名小毛贼的注意 在一处无人的小巷里 凯西被两个毛贼拦住了去路 为了能尽快回家陪伴妻子 凯西主动地交出了自己口袋里的钱 可两名毛贼依旧不依不着 拿到威胁凯西 把刚才买来的项链也一并给交出来 这一下彻底激怒了凯西 于是直接反手读过毛贼手里的短刀 便和他们打了起来 而凯西却无意把事情闹大 于是便扔下那把短刀离开了 回到家后凯西将买来的项链给小美戴上 随后又出门去便利店买了零食 而当她再次回到家中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妻子已经被暗杀 脖子上还留有两个X型的伤口 悲痛过后 凯西选择了报警 可经过警方的一系列调查之后 也只是把这次案件 归于普通的入室抢劫杀人案 之后便没有了下文 凯西知道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于是 在为妻子举办完葬礼之后 便准备亲自去找出凶手报仇 葬礼上 凯西多年前的好友胡子哥 也专程从泰国赶来吊咽 为了让凯西尽快地从悲痛中走出来 胡子哥邀请她和自己一起回到泰国 一来可以帮助自己经营舞蹈场 二来也可以让凯西放松一下心情 可凯西听后却拒绝了 因为她还要为死去的小美报仇 隔天一早 凯西便来到了一家舞蹈场内 因为她思来想去 还是觉得那天的两个毛贼 最有可能是杀害小美的凶手 于是 根据当时他们打架时使用的招式 凯西推断出 那两名毛贼 一定就是这家舞蹈场的学员 于是便气势汹汹地赶来复仇 为首的那个纹身男 看凯西眼神很辣 来者不善 于是便朝他怒声地骂道 一番打斗过后 凯西将舞蹈场内的人员全部制服 可依旧没有发现那两名毛贼的身影 于是便抓起纹身男 逼问他那两个毛贼的下落 午夜时分 两名毛贼正准备回家 结果凯西却突然从黑影里杀了出来 面对杀死自己妻子的凶手 凯西这一次不再心软 他出手狠辣 拳拳刀肉 瞬间两名毛贼便通通领了隔饭 大仇得爆的凯西 对于这片伤心地也再没有了留恋 于是便一个人出发去了泰国 找到了在这里开舞蹈场的老友胡子哥 胡子哥为了给学员们展示凯西的实力 于是特意举办了一场比武大赛 结果可想而知 凯西以绝对的实力碾压了舞蹈场的学员 但是她的心里始终放不下小美 刚才还差点出手误伤了学员 于是郁郁寡欢的凯西便一个人来到了酒吧买醉 可这时一名小混混却故意撞翻了凯西的酒杯 还不断地出演挑衅 这下凯西再也忍不了了 从酒吧离开之后凯西便回到了舞蹈场内休息 第二天醒来之后凯西本想去果园采摘果子 结果宿醉之后头昏欲裂浑身难受 一旁的学员健壮便主动说自己可以帮忙去摘果子 并让凯西回去好好休息 结果不久之后果园里便传来了噩耗 那个帮凯西去摘果子的学员遭到了神秘人的杀害 等凯西飞奔着来到现场的时候 那名学员已经没有了呼吸 而她的脖子上赫然还留有和小美当时一样的X型伤口 看来真凶并不是那两个小毛贼 很快警方赶到带走了那名学员的尸体 不久之后凯西找到了胡子哥 对他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而胡子哥则向他讲述了一段成年的往事 原来在许多年前 凯西的岳父和胡子哥的爸爸 以及他们的小师弟 是舞蹈场内的最顶尖的三名武士 后来由于胡子哥的爸爸参军去了缅甸 于是只剩下了凯西的岳父和小师弟两人 后来在一次争夺继承人的比武大会上 凯西的岳父失手将小师弟打死 从那以后 小师弟家族里的人 便把凯西的岳父一族的人视为死敌 这么多年过去了 小师弟家族里有一个叫佐藤的人 他生性凶狠 手段残忍 如今已经成为了缅甸界内有名的大毒枭 而他最擅长使用的武器 就是一个镶满了铁扣的七星长鞭 被杀之人往往脖子上会有很深的勒痕 并留下类似于X形状的伤口 胡子哥推断 这接连两起的暗杀事件很可能就是佐藤为了给小师弟报仇所为 说吧 胡子哥便劝凯西赶紧离开泰国 以免招来杀身之祸 但是 杀妻之仇怎能不报 凯西当即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亲手杀了这个佐藤不可 由于胡子哥还要留在泰国 协助警方调查学员被杀一案 所以 凯西便决定一个人前往缅甸 去会议会就给佐藤 临出发前 胡子哥告诉凯西说 自己的父亲在许多年以前 曾在缅甸的一处雨林内 藏有一套珍贵的人者符合武士道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按照这份地图的指引挖出来使用 隔天 凯西便乘坐飞机来到了缅甸 随后来到一间酒吧之中 然后伪装成购买毒品的瘾君子 向这里的毒贩询问起了佐藤的下落 可不料 话音刚落 他就被一群毒贩给包围了起来 面对这样的一群小喽啰 凯西自然是不在话下 三两下功夫便将他们全部打倒 凯西抓住其中一名毒贩 逼他说出佐藤的藏身之地 可这毒贩也不知道佐藤在哪 只是接到命令说 凡是有人前来打听佐藤的 通通格杀无论 凯西见也问不出个什么 于是便愤愤地离开了这里 回到住所睡下后 朦胧中似乎听到了门外 传来一阵异响 凯西来不及穿好衣服 直接从床上一跃而起 隔着门一角将一名缅甸警察踢飞 随后边打边退 有惊无险地逃了出来 凯西已经收买了这里的警察 当天夜里 凯西便悄悄地混进了警局 将看守的警卫放倒之后 便来到了警长的办公室 凯西直接一个过肩摔 狠狠地将他摔在了地上 严刑拷打之后 警长说出了佐藤的藏身之地 凯西将他杀死后 便潇洒地离开了这里 然后一路乘坐小木船 朝着佐藤的老巢出发了 不知道在雨林走了多久 这天傍晚 凯西突然遇到了一群持枪的匪徒 他趁众人不备 直接从密林中跳了出来 凭借一己之力 直接团灭了对方 随后 凯西继续向前出发 根据地图上的指引 终于在一片枯木之下 凯西发现了胡子哥父亲 留下了那套装备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凯西便趁着夜色 朝着佐藤的老巢发起了总攻 凯西从高处一跃而下 直接用50刀 将两名巡逻的匪徒杀死 随后又丢出手雷 重创了佐藤的手下 而剧烈的爆炸声 也引来了佐藤 和他最得力手下 胡兹的注意 不久之后 胡兹便手持短刀杀来 他朝时凌厉 出手很辣 凯西竟然一时间 被打得节节败退 一番缠斗过后 凯西脸上的面罩 也被胡兹拽了下来 重拳 侧踢 飞踹 横扫 凯西在几回合的鄙视下来 已经渐渐地摸清了 胡兹的招式 于是他抓住机会 直接一个爆摔 将胡兹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紧接着一发肘击 最后再补上一脚后旋踢 将胡子打得根本站不起身 凯西也不再心慈手软 直接捡起地上掉落的笔刀 一刀刺穿了他的胸膛 凯西静止地走向佐藤的房间 他的眼神里满是仇恨 看着端坐在面前的佐藤 凯西自保家门地说道 说吧 便朝着佐藤杀了过去 凯西的长刀 对上佐藤的长鞭 两人一时间打得不相上下 就在这时 佐藤也捡起了地上的武士刀 和凯西正面地厮杀起来 危机时刻 佐藤却再次甩出长鞭 死死勒住了凯西的脖子 好在凯西反应迅速 快速拔刀挡下了这致命一击 佐藤被这一击过肩摔 伤得不轻 趴在地上迟迟地直不起身 而凯西也不再犹豫 直接拔刀砍断了佐藤的头颅 大仇得报的凯西 重新回到了胡子哥的武道场内 他向胡子哥 说起了这次惊醒的复仇之旅 结果谈话间 一名搬运货物的小弟 引起了凯西的注意 他发现那人的腰间 别着一把短刀 而那上面印着的图案 竟然和当初 那两个毛贼刀上的一模一样 这不禁让凯西再次陷入了沉思 莫非这两个毛贼 是胡子哥派来的 那么一切事情的幕后主使 岂不就是坐在面前的胡子哥 在凯西历生的逼问之下 胡子哥也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他表面上经营着一家武道场 实则背地里 一直在做毒品的生意 还和大毒小佐藤 一直都有生意上的往来 不过最近一段时间 佐藤不断地提高毒品的售价 压榨胡子哥的利润空间 严重影响了胡子哥的毒品买卖 于是一气之下 胡子哥便亲自策划了这场复仇 他先是只身来到日本 用伪造的七星长鞭 杀死了凯西的妻子小美 随后又将凯西骗到泰国 再次用同样的手段杀死一名学员 接着诱导凯西去找佐藤报仇 这样一来 自己便可以在泰国坐收渔翁之力 听完这一切后 凯西知道自己又被人耍了 原来杀死妻子的仇人 一直都在自己的身边 怒不可遏的凯西 抓起桌子上的茶壶 便朝胡子哥打了过去 满腔的愤怒 给了凯西无尽的力量 他一脚将胡子哥 踹到了隔壁房间 胡子哥面对 濒临风魔的凯西 也不敢再大意轻敌 于是拿出武士刀 便挥砍了过去 而凯西也毫不留情 抡起长棍就赢了上去 双方大战几个回合之后 凯西一个侧滚翻 用刀划上了胡子哥的身体 而胡子哥也顺势丢出短刀 刺入了凯西的肩膀之中 凯西忍着剧痛 拔出短刀 抬头却正看到那个七星长鞭 挂在自己眼前的架子上 于是 他愤然起身 抓起长鞭 就像当初胡子哥 杀死小美那样 用长鞭 死死地勒住了胡子哥的脖子 用同样的方式 结束了他的生命 这部上映于 2013年的动作犯罪电影 忍者2 撕裂的暗影 虽然和忍者文化 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是 影片中打斗场景的设计 还是十分热血和精彩的 虽然一直在强调是忍术和泰拳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总能从角色的打戏中 看到些咱们中国功夫 才会有了动作 剧情方面呢 依旧是注水严重 漏洞百出 相较于前作 也没有太出彩的地方 不过 男主阿金哥的身材 还是很决绝子的 不知道 这样一部别剧风格的动作片 你会不会喜欢呢